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11月29号周一 又是崭新的一周 感谢大家来到 first trade第一正觉和美国实战学联合 带来的线上公开课 美股期权早班者 也是我们美股期权实战系列的公开课内容 感谢大家又参与到我们本周的全新一周的新的公开课 还是由我美股实战孙颜 为大家今天带来 这一周的 一到五的 每天 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不见不散的美股期权早班车 简单到你的说明 我们就进入到本次的班车计划 为大家选择继续观看 等同于上述的条款 好 那现在美股虽然尚未开盘 我们看到 集体各大交易品种 目前反弹的还是挺厉害的 反弹还是挺厉害的 首先我们看指数 期货指数的话 上周我们提到了市场周五的这个大跌 确实更多还是因为外围市场比较弱 像德国欧洲 还有日本等国家影响比较大 同时我们看到美国本土的中小盘 倒指受经济更加敏感的 受疫情更加敏感的 那我们看到是跌的比较多 今天呢 我们看到是有一个大反弹 大反弹 目前是由科技和中小盘带领的两个 贝塔值比较高的板块啊 那上周我们也说过 市场很有可能会出现大的反弹 甚至会酿成大的反转啊 我们看到原油 这里也是有比较大的反弹 对吧 能源类的也是有比较大的反弹 除了天然气啊 往下杀 呃 原油类的 我们看到这一边今天有不错的反弹的表现 然后国债啊 一会我们也在重要讲一下国债 今天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对吧 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上周我们看国债是周五是大涨 然后国债利率是大跌 那今天我们看有些冲高回落 国债利率也有一些反弹啊 金属类的我们看也有不错的反弹 呃 但更多还是铜啊 反弹会比较坚挺一些 我们看到黄金白银有不错的反弹 但是也是很快就被砸下去了啊 很快被砸下去了 美元今天继续的反弹啊 继续往上走 那这其实宣示的说短期内啊 大众商品或以美元结算跟美元负相关的品种 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压力 还是会有些压力 美国的经济没有问题 或者说市场更多 青睐于美元短期继续向上看涨啊 来到9698这一线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美元指数在9698 暂时不往下杀的话啊 那对很多大众商品还是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啊 还是会有一些负面影响 呃另外我们看到呃 这边周五我们也提到了一个就是VIX啊 恐慌指数对吧 恐慌指数 呃我们先不管这个疫情 或者这次变种的病毒啊 有多么的严重 或者说有多么的呃可怕啊 呃还是说这边开始市场的短期趋势转折还是大的趋势的转折啊 我们看到VIX无论是怎么样之前的Delta变种病毒也好 或者说是疫情2020年3月份以来也好 对吧任何的这种负面的新闻 无论是跟病毒相关的还是正地缘政治性的啊 突发的还是已知的啊 任何的风险 我们看到每一次波罗局变 VIX打到上沿的时候啊 最终在几天的一周内都会回来 也是一周内都会出现很好的买入的机会啊 买入的机会啊 呃有时候可能会是反弹啊 不一定会说是一个大的反转 但我们看到这里最后结局往往是好的 美股都会出现新的高点啊 那这是我们看到从去年三月份以来一路过来 很明显的一个规律啊 那在VIX的波罗局变的外延是很难持续的 对吧很难持续的 尤其近几次我们看到跑上去 可以一两天在外边 但最终全都是会下来的 对吧 最终全都会下 也会给好给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买入的机会啊 另外我们看标普百期货或者说各大指数也是同样的道理啊 波伦局变的下沿 每一次无例外都是短线的啊 至少是短线的买入机会啊 呃除了疫情期间特殊情况以外啊 这边我们不谈啊 那我们看到从去年三月份以来到现在啊 去年的六月份到去年的九月份到十月份 然后年底今年年初一路到五月份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 然后呢最近的九月份到十月份啊 每一次波伦局变的下沿 可以击穿 一两天 但是我们看最终都会回来 也可能会有一个回踩啊 所以我们说了不一定是每一次都是什么直接去新高 是吧 深V反转不一定每一次的 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个反弹 然后再回踩一下 然后呢再上去啊 那这一次我觉得市场短期的趋势 早在上周就出现了一个扭转 在十一月二十二号的时候 我们看很多股票都出现了一个高位的放量的反转 从而借助这边上周四周五的负面消息 我们看到是有下沙啊 那这个下沙来的波罗局变下沿 我觉得短期来说会是很好的买入机会 看能不能反弹到中轴线啊 也就是二十天均线的位置 也是之前我们看到下沙波罗局变 然后很有可能会反弹到的位置啊 然后回踩如果能踩稳的话 哎接下来可能会有更高的空间 那这个回踩是需要时间的啊 回测坐底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我期待这里可能会慢慢有一些反弹 然后这边可能还会再来回震荡 最终看能不能有个回踩踩住了 然后地点不断抬高 可能又会有新的一轮行情啊 那我们也说过季节性的强势 那虽然说现在我不确定季节性的强势 还有没有效 还是说已经用完了 还是说我们现在这一节还是在这一节 但无论在哪一节感觉 季节性的强势的话 在12月份还是会有一定的积极的影响 对于美股来说啊 那只要这个疫情没有最终变成 很负面的对经济的预期的影响 那我觉得一切都还好说 就像上次我们说到 Delta变种病毒也是一样的道理啊 如果疫情对经济有负面影响的话 那美联储反而会什么 更晚的收紧 更晚的加息 那这个对资产价格来说也是一个好事啊 也是一个好事 所以坏的新闻不一定是一个坏事 对吧 好的新闻反而也不一定是个好事 我觉得取决于市场的预期啊 那这个预期我们很多要看国债 国债利率了啊 也是我们上周讲到的内容 十年国债 两年国债 三十年国债 这些都可以在 investing.com上面免费看到相关的数据啊 那短期的话呢 我们看两年啊 两年国债利率一直在往上冲 然后周四周五是有很大的回落啊 有很大的回落 反弹一点点 对吧 但目前最近我们看到还是一个上行趋势啊 但有冲高回落的这样的一个势头 然后包括呃中期的十十年的啊 十年的是我更多参考的一个折中的一个利率啊 因为它不是最长的啊 但也不是较短的 在中间的啊 有一定的参考性啊 我们看中间的十年国债利率 目前也是在上周被打下来了啊 那很简单就是疫情会影响加息的这样的一个周期啊 呃 推后加息这样的一个周期 那自然而然国债利率会下来 那对于利率比较敏感的板块会有 一些下杀啊 像交通板块了 这个是对经济有非常大敏感 而且疫情是对交通啊 出行列的是有很大的影响 包括还有银行了 那这些都是跌到波伦局面区间下沿 也是跟大盘一样 我觉得任何的波伦局面下沿的回调 都是短线反弹的机会啊 当然能不能最终走出来 还得看回踩 或是底部能不能做出来 对吧 但我觉得还是偏向于积极向好的啊 目前国债利率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破位 国债价格也没有说大的突破啊 国债价格也来到了最近多次受阻的高位区间的位置 那国债利率 国债价格 不好意思 国债价格啊 国债价格跟国债利率相反的啊 那国债价格如果突破的话啊 那我觉得国债利率要小心可能会击穿了 那意味着说这里接下来啊 市场可能会更多受到疫情的影响啊 有更多负面的经济的预期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小心传统价值板块啊 受疫情受疫情影响比较大的还会有一些弱势啊 那更多指的就是像周小盘了啊 会不会往区间的下沿走了 虽然说我觉得周五的回调已经是 已经可能是一个极端的低点出现了啊 因为我们看到在之前已经阴跌了两周了 对吧 然后再往接触消息往下杀 然后刚好杀到这条趋势线的位置 当然不排除往区间下沿走像之前一样的啊 如果能走到区间下沿可能也会是一个不错的买入机会啊 不排除可能还有这种空间对吧 当然也可能就此就触底了 还需要再观察一下 另外道指也是一样的啊 也是来到关键的支撑位置守住了几天 然后呢借助消息往下杀一波 来到这边突破的这个平台的位置啊 那也可以就此守住 当然也可以继续往下杀 杀到区间的下沿位置啊 反而我们看到最近比较强的QQQ是吧 也是来到了11月份的低点啊 但并没有穿啊 所以很明显可以看到科技成长类的 在疫情期间还是有比较大的强势的啊 那11月10号的地点如果穿的话 那可能就往平台下面走了 如果不穿我就一切都还好说 科技目前还是一个领头的状态啊 在疫情期间我们可以看到科技会有绝对的强势 尤其是半导体生化制药这边 周五也是有一些相对的强势啊 但这里能不能走出来 也还需要时间再观察一下 对吧 但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绝对有绝对呃 强势的还是大科技股在这里面啊 还是大科技股在这里面啊 你这些大科技股 对市场还是有非常大的权重性的影响的啊 这一这一个月我们看到科技股明显是最强的吧 最强的那强者可能还会继续的走强 包括我们看到盘前不少大科技股继续的顽强的走势 对吧 继续顽强的走势 然后金融类的传统价值类的今天也有不错的反弹 那全集体性的反弹 那对大盘来说目前来说是个好事 尤其是原油对吧 能源类的 我们看到今天反弹是最凶的啊 最凶的啊 那也是跟这个经济上周可能有大幅的回调的预期 这周可能有看到疫情可能并没有这么的严重吧 可能并没有想象中这么的坏 对吧 然后周五也杀出了不错的各大资产价格回调的一个机会 然后借此出现一些极端的低点 然后可能会有些反弹 那这个反弹 我们这周还在继续再看 能不能量投反转 我觉得还需要时间 因为毕竟形态上是有破坏了 对吧 那可能需要时间慢慢的走出来 但有些如果形态到位的板块 个别指数或者说板块 那我个别指数或板块或者说是个股 那我觉得可以有更多的关注 那讲到个股的话 本周也会有很多个股的事件 我们现在看看全州的几个大的事件 第一个是这个关于疫情 是否会是新的一个疫情的开始 我们看之前Delta变种 也会对疫情数字上有很大的一个负面的影响 那不知道这边这个新的疫情数字 会不会对欧洲 尤其是欧洲国家的影响比较大一点点 那我觉得对美国的影响会有 但是很难往后走了 只能往前看了 经济还是不断的会开放 经济不可能会去暂停 或者说像之前那样子 再去整个shut down 对吧 我觉得不可能了 更多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增长的放缓而已 但不会说影响经济整体开放的 这样的一个继续向前的一个节奏 可能会有一些影响短期暂缓 但是呢 后面可能又会补回来 对吧 可能又会补回来 所以我觉得我个人的预期还是偏向于积极的 对吧 偏向于积极的 短期可能需要一点时间修复去观察一下 另外就是周五的就业数字 当然这个就业数字更多还是以前的 对吧 上一个月的就业数字 那对接下来的展望 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所以我觉得本次的就业数字 可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预期 然后还有就是鲍威尔跟耶伦也会有证词讲话 那这些一般来说 年底的这个就是走一个过场了 对吧 像之前我们说过八九月份 这个鲍威尔已经定调的话 那今年鲍威尔讲话 可能对市场影响就会微乎其微了 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了 然后耶伦的话呢 向来也都是一个和事佬的状态 需要讲什么话 对讲什么话 也没什么太大的对市场的冲击力 耶伦最大的作为就是不作为 所以呢 他对市场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尤其他做财长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他 也是游游选于各党之间 然后同时呢 也是谁都不得罪 对吧 也谁都也也都都不说什么 这个什么特别破机的话 或影响市场 或者说对市场有比较大冲击的话 这次我也没有任何的预期 耶伦在年底会有什么太大的惊喜 还有就是能源类的欧派 欧派家会议 这周也会有关于增产 有更多的信息传出来 那之前是各国想要释放能源储备 包括欧派也想要去增产 但增产我们看到 依然还是维持着一个缓慢的角度的 那欧派国家还是希望说 能源价格能够稳定在高位的啊 所以就算是增产 也是在预期增长的情况下啊 那我相信对原油价格不会有过多负面的影响啊 而且这个影响可能最近已经是有price in啊 尤其是原油价格下上周我们看到杀到70块以下 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极端低点的出现啊 那会有暴力的反弹 当然那个反弹之后可能需要时间再去慢慢的起稳 然后在最后走出来 那我期待原油这边可能低点已经出来了 接下来可能会往对吧 慢慢站稳70 然后可能回到80 最终看呢 明年能不能有super cycle 对吧 大众商品的super cycle冲向 90甚至100 有没有可能啊 这个也是我觉得完全有可能的事情 完全有可能事情 然后本周还有欧洲的一些经济相关数字 inflation相关的数字啊 那财报季 也进入到了尾巴了 对吧 也进入到尾巴了 然后这周有很多中盖啊 尤其是周一盘前有李翔 发布财报 不少中盖发布财报啊 不少中盖发生了 那中盖我觉得集体来说 还是中立偏向下的啊 个别中盖可以有相对的 短期的强势啊 当然这个强势我是不做过多的 这种啊 后续延续的这个预期的啊 毕竟中盖现在还是政策 几大大三对吧 反垄断政策啊 各种监管 政策跟监管这个压身 对吧 很难一下子翻身起来啊 是需要时间的啊 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的 因为这是基本面 政治上的一个改变啊 呃 所以我觉得这周中盖也是一样 不做过高的期待 但这周还是有很多大公司发布财报 有时间的话 明天我们会来多讲一讲 周一没有什么特别的 除了理想以外 也就我们看看 然后就是CRM Salesforce 还有这个Cloudstrike DocuSight Snow这些这些 这些可能成长科技 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了啊 成长科技 大家比较感兴趣的 呃 盘前这里有不少 这个中小盘的腰股 也是很凶的 对吧 也有不少大跌的股票啊 呃 我们先看一下理想 理想上周我们说了啊 是目前中盖电动车三傻里面最强的一个啊 未来的财报 我们看到表现也还是可以 但未来明显价格上表现没有小鹏 和理想这么强啊 我觉得短期来说 更多还是关注理想跟小鹏 对吧 尤其是理想技术形态上是最强的 那也是能最早率先先突破的啊 那来到区间上延突破的话 可能要小心建好收就收一下对吧 因为这上方还是很多阻力的 然后回踩一下 可能会有更高的空间往上走 啊 那我就理想跟小鹏 明显比未来汽车要更强 但未来汽车可能也会 后来居上啊 毕竟还是龙头对吧 毕竟还是龙头 另外呃 周一也有不少个股的这个事件 全天甚至是全周的 Amazon这里有一个4天的AWS的event 这个好像是很早就有通知了啊 然后呢 Datadog还有Nap 这些都是有相关的啊 都相关性的 然后一些反向收购上市的一些事件 周二全天 还有从10点钟 包眼就会开始讲话了 对吧 开始讲话啊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周三 欧派会议开始啊 然后一些其他的一些个股事件 呃 周五的话 有美国的就业数字啊 那本周我们可以看到在日程上的 一些重要事件啊 Catalyst Watch 各股的相关除了刚刚我们说到财报以外 呃 还有这个IPO解禁 静默期 IPO Watch 相关的IPO 静默期解禁期 还有Dividend Change啊 欧派会议 啊 Corporate Event 刚我们提到Amazon可能是本周最大的看点了 呃 Online Sales啊 那在黑五我们看到并没有太多的店爆出 惊人的或者说喜人的销售数据啊 因为黑五 在疫情期间是被取消了 对吧 很多人就没有说像黑五那种传统去排排队啊 挤着进场 而且这周 我们看到上周也是由于供应链的原因啊 很多店并没有打出像以往这种很好的折扣啊 因为并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库存去打折扣了 对吧 但是网上的消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 那对线下的消费来说我觉得可能每年都是往下降的 尤其疫情期间线下消费是有很大的影响 而且影响了人们的消费习惯 像这种黑五啊 打折的时候 人家更多口头还是在网上去买的啊 所以在网上的Online Sales 尤其是周一也是Cyber Monday 对吧 Cyber Monday 互联网星期一 也是有很多折扣 从黑五到星期一 对吧 大量的消费 那网上的消费数据 看看有没有新的成长性带动了啊 那更多像这种亚体啊 Shortify Wayfair East 还有说苹果对吧 都是网上消费的大的龙头 对吧 大的龙头啊 呃HPE也会有一些财报 Annual Meeting 微软也有本周有年会 呃Byron这周讲到IBM 觉得是非常的便宜的啊 也是之前我们说过 价值难筹 我觉得依然还有价值的啊 那IBM既然被呃 Byron亲自点名的话啊 那这股价可能就会出现反转了 对吧 今天早上我们看到也是直接 拉起来两个percent 好大的量盘钱啊 那也是来到关键115 110的位置 这个位置我觉得 呃是有一定的支撑的啊 是一定的支撑的 同时现在如果被Byron点名的话 那可能低点就出来了 对吧 可能低点就出来了啊 也是有深度价值的 我觉得跌到很好的价格 喜欢这种价值 比较呃稳一点的股票的 我觉得可以关注一下 Byron提到的这个IBM 觉得是很多的呃空间 价值上的空间对吧 也有一定的成长性啊 另外还有一只股票 另外还有一只股票也是非常便宜的 据说是电动车啊 也是个Electric Truck Electric Vehicle相关的啊 呃 THRM 这个是今天早上我刚看到的 它是有一个叫climate sense的product啊 这个更多好像是对呃这个 座位啊 还有这个脚下面脚垫那里啊 arm rest 手臂休息那个地方 还有这个呃 还有这个什么 方向盘啊 好像是会有加热啊 感应啊 等这种软件硬件的一些应用 呃和制造生产研发啊 那这个可能跟电动车 也有很多的关系 因为电动车 意味着说你这个车更加的灵活 里面有更多的功能 啊 尤其是些空调啊 啊 加热制冷啊 相关的啊 那这属于是比较传统的气配类的了啊 但可能也会是因为电动车的产生 而产生新的活力啊 那班人说这只股票是非常便宜 我们看了眼 对也是营收 还有说赚钱能力都很强 有很强的成长性啊 目前依然是严重低估啊 那这只股票我觉得是值得看一看 对吧 值得看一看 THRM 那只要是班人点到的股票 我觉得都是选股非常的犀利的啊 也可以看到他的股票相对的强势 也跟电动车增长周期有一定的关系 对吧 THRM 他感兴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啊 那本周个股的事件啊 还有说重大的影响市场的一些catalyst 那大概先讲那么多 看看大家的一些问题 然后我们明天早上对吧 再跟大家来进行更多的更新啊 首先看一下梅西百货啊 梅西百货我觉得财报之后 这种放量上去那就是见好就收了 对吧 这我们说的非常非常多遍了 那瞬间的回调三十八到三十 那这里有接近 接近三十个percent 二十二十五个percent的回调 那我觉得回调是很到位的啊 很到位的 那我就可以接回来 对吧 我就可以接回来 因为到年底还是会季节性的消费的强势的 个别的零售商 我可能会觉得有很大的分化啊 但像这种百货 梅西 我觉得还是看好的啊 还是看好的啊 同时我们看到上周也有因为财报大跌的 Norstone 我觉得也是跌到了一个价格 非常好的价格 疫情期间 区间的上延二十到十二块五 对吧 十二块到二十块钱 区间上延二十块钱 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强的支撑的啊 当然不排除 可能会慢慢的往更低的位置走 从图形上来看 完全有这种可能性 但一旦放量啊 而且出现了第二天有个下沙 然后在一个大的上下引线拉起来 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很好的位置啊 短期反弹 是看涨的 但是呢 我觉得可能需要时间慢慢的去啊 走出来 慢慢就走出来 但我觉得明显趋势 梅西百货会是更强一些啊 那ASML 半导体有相对的强势 嗯 可能下探也不一定会 有更大的空间了啊 波鲁这边的下沿 可能就是很好的一个短线的上车的机会啊 JetBlue啊 这些都会受疫情影响比较大啊 我觉得防空类的 大家就关注Jets就可以了啊 不需要有个别更多的选股了 那Jets目前受疫情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Jets区间下沿的破位 包括波音区间下沿的破位 我觉得短期来说可能会是个反弹的机会 但是即使破位的话 那就说明要更长的时间了 对吧啊 EVGO这个我们之前有讲过可以潜伏的股票啊 呃也报了起来了 也接好就收了 那最近开始缩量了 那我觉得这个缺口有可能会去补 但也有可能完全不补啊 因为已经缩量开始横盘了 对吧 或者说止跌了 呃或阴跌 有点想要止住的意思啊 没有什么量 那这也说明没有什么太大卖盘卖压 那可能这一轮冲高回落就此结束 那接下来可能会横盘 然后最后可能会慢慢的再要想往上再冲 对吧 那像这种放量完了这个行情可能就结束了啊 但可能还会有一些短的这种短波段的行情 是吧 那最终可能还是会往这个缺口去走啊 呃 几个成交来看 我觉得可能倾向于反弹多一点啊 然后诺维俊库斯兰这些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对吧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啊 船运类的 我觉得 除非啊 很活跃 大家想要出行不受疫情的影响 要不然这些我觉得更多还是价值的投机啊 像之前这种跌到几块钱的时候对吧 确实是很好的机会啊 现在的话 我觉得还需要再等一等 Delta是不是很好的进场 就是不是 Uber也是会受到疫情的影响 但是38块钱 潜在双底或抬高低点的位置 可以考虑观察一下啊 可以考虑观察一下啊 IMMR也是这种5G的 呃跟这个元宇宙啊 有一定扯上关系的股票啊 那很可惜这边是财报之后 似乎有低位增发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啊 目前好像不知道增发的价格是多少 好像价格可能会偏低 所以股价一直是有弱势啊 而且目前的成交量来看还没有缩起来 对吧 还是在放量下跌 缩量才缩了三天 还需要再观察一下 对吧 还需要再观察一下 但我觉得这一只概念会是不错的一只股票啊 会是有不错概念的股票 APPS 那现在又沦为到一只长线股票了 对吧 之前的50块钱左右的买入 到现在回到100块钱 最后再回下来 呃 那我就区间下沿 啊 50块钱附近还是长线的关注地方 那最近也开始缩量因跌 那这是一个好事 对吧 这是一个好事 说明 可能已经在开始探底了 对吧 可能已经开始探底了 这个底部可能需要点时间 但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 对吧 是一个很好的过程啊 呃 MMM 3M 也是来到区间下沿 没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地方 我觉得 另外Robinhood 也是成长性的问题 估值性的问题啊 呃 有可能走出低点了啊 有可能低点已经走出来了 因为毕竟这边下沙 我们看是没有任何量的啊 我觉得有可能低点已经出来了啊 呃 但像Robinhood这种估值比较高的股票 我个人可能是不太喜欢 CNN 还可以考量吗 什么意思 CNN没有看到这个代码啊 呃 LTHM 也是最好的离电池相关的股票啊 离生产商 很强 区间下沿 那我觉得喜欢强者的可以继续的跟进啊 也希望说电动车继续后面还有行情啊 那我觉得还是会有的啊 还是会有的 呃 你说的是CNN这个Fair Green Index吧 那可能Fair Green Index 最近我们看到是出现极端的恐慌了啊 那之前在高位就不是一个好事 对吧 跌下来之后可能市场杀一杀 当大家恐慌的时候 有可能又杀出很好的机会了啊 那特斯拉依然还是电动车的龙头 只是我觉得高点已经出来了 那最近又开始有些放量的想下走的意思啊 那可能最终会往这个缺口去补一下啊 那当然1000块钱先要破掉 1000块钱是最近踩住的一个位置 1000块钱破掉可能会往下走 那这边可能会对离啊 电动车啊 新能源啊 自动化驾驶啊 可能这些一连串的东西 我觉得接下来可能需要有一个回落 对吧 需要一个回落 但是回落完之后 呃 后续还是看好的 那后续还是看好的啊 那就是呃 关于特斯拉的 特斯拉我们一直讲了大跌 第一轮是可以反弹接的 但接完之后就要小心了啊 呃 DHR也是很强的股票啊 很强的股票 这种跟 怎么说呢 之前是会受疫情影响吧啊 呃 跟疫情有正相关的股票 疫情期间反而是什么 很欢喜的 很欢喜的 或者制药也是一样啊 或者制药也是一样啊 LAC也是很好的离相关的股票 但只是涨太多了啊 Visa 可能最近会有不错的反弹 跌到了一个关键的195的位置啊 但我觉得这种趋势还是太雄了啊 这种股票需要太多太多时间才能起来了啊 一时半会我觉得不需要去关注他啊 一时半会不需要去关注他 因为这个需要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啊 充电桩有很多股票 Blink算是比较好的了 然后还有Charge Point 然后之前还有一支是什么 我也想不起来了 Charge Point好像最近涨的少一点点 可能有不涨的机会 另外还有一支叫 TG 看看充电桩 这里 应该有一支叫这个TPGY 对吧 这个可能还是在相对低位啊 TPGY 这支也是充电桩的啊 反向收购上市的 反向收购上市的 Snow 这种高估值的股票 我觉得市场不好的时候 还是不要去碰它了啊 当然跌到区间下沿 而且它也跟疫情有一个正相关的关系啊 所以我们看到上周四周五 反而是有相对的强势啊 但我觉得像这些股票 我个人是会尽量远离的 对吧 会尽量远离的啊 甚至可能要找机会逢高做工 高盛来到区间下沿 可能会是一个机会 还需要再观察一下 高盛不太理会国债利率啊 因为毕竟它不是一个传统吃点差的一个银行啊 我觉得可以多关注一下CRM本周财报 但我觉得已经跌透了 跌到区间下沿 跌到波动区域下沿连续三天了 那这往往会是一个很好的短线的机会啊 意味着说就算CRM的财报很差 我觉得也不一定会往下跌了 而且我觉得CRM财报应该会很好 很好 而且疫情期间CRM财报也会有后续的成长性啊 但不期待股价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尤其是往下继续在杀了啊 但反弹我个人也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预期 我们看看明天早上 财报我们的讲解 再来看看周二啊 CRM还有ZS这些云软件类的啊 本周有大量云软件类型的公司啊 发布财报到时候我们来一起来继续来看一下 好吧 今天感谢大家的问题 问题还是蛮多的 幸好我留了很多时间啊 要不然可能今天就没办法这个准时结束了啊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同一点 我们不见不散 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信息 你可以拨打first trade的客户专线 以及电子邮件 官方微信符号 扫码关注first trade横杠1985 服务华人30多年老板军商 真正一亿的美元军商 那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同一点 我们不见不散 剩下时间交给first trade的工作人员 until next tim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